《星大師》 爸爸 天上的星真是漂亮 嗯 志偉 你看那個造星 你說他像不像一隻一手拿棒 一手拿成網的獵人呢 讓我看清楚 是呀, 真的很像 這個造星就叫獵戶座 爹地, 為甚麼剛才有一顆星掉下來 那顆是流星 流星是一些在太空中運行的天體 一旦接近地球 就會被地球的吸力吸引著 跌到地面 因為跌下來的速度十分之高 同空氣發生摩擦, 燃燒起來 就會產生兩剛 情形就像剛才那樣 在中國古代的人 看到流星出現得太多 就認為是災禍的預兆 而如果這些代表皇帝的星變得光亮的話 就是上天稱讚皇帝賢明 如果變得昏暗 就算是上天認為皇帝昏庸無盜 他們真是違信了, 會相信這種事 在古代 人類只能憑肉眼進行觀察和研究 對於很多大賢的現象認識不深 就用這種方法解釋 後來從太陽的東升西落 月亮的盈規 星空的循環變化這些現象 逐漸認識到大自然的規律 而且發現這些現象 跟他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四季的替換 宇貴的來臨 都是可以憑觀察星空而預知的 於是他們就對天象產生好奇 不斷地進行觀察和研究 那古時的人憑著研究這些天象 對太空又有多少認識 不如進廳裡 讓我慢慢告訴你 好啊 智慧, 你知不知道古時的人 最初認為天和地是怎麼樣的 我知道, 先生告訴我 古時的人認為大地就像個旗盤一樣 是四四方方的 我們就是在這裡生活的 而天就像個半圓形的蓋一樣 蓋著大地 而太陽, 月亮和所有的星 都是在這個蓋上運行的 你好聰明 不過你知不知道 為甚麼古時的人會這樣想 那我又不知道, 為甚麼 原因是他們只能憑肉眼去觀察 便會很直覺地產生天原地方的感覺 不過經過了長時間 對日月星辰的觀察 就發現天原地方的說法是不對的 後來有人經過研究之後 認為那天應該好像一隻蛋一樣 裡面的蛋黃就是地了 那他們不就是認為地是球體來的 而那天也是球體來的 你真是聰明 沒錯, 他們這種說法 雖然還未能夠認識到宇宙是無窮無盡的 不過對太空探究來說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 那他們也很聰明 不僅如此 在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 還會利用越圓越缺的規律 來制定力法 就是現在我們所叫的陰力 除此之外 他們也發明了很多測量天象的儀器 例如船機是用來測量時間的 混天移是用來測量天體軌道的 而混帳移就是用來測量天體的位置 這些儀器在當時來說 已經是十分先進和準確的了 不過在古代 無論是中外的天文學家 都認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 即是說太陽、月球和所有天上的星 都是環繞地球來運行的 直至十六世紀 波蘭天文學家戈伯利 經過了長期的觀測和研究 發現這種說法是錯的 他發現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和其他的行星 其實都是環繞著太陽來運行才對的 而在公元1610年 意大利的天文學家加里略 利用圓管和突透鏡觀察行星 他發現金星原來跟月亮一樣 都是有圓缺的變化 因此他推斷出金星是環繞太陽運行的 從那時候開始 由於有了望遠鏡 天文學家就能夠更準確地猜量出 地球和其他星體的距離 使得人類探測太空賣賺了一大步 不過我們現在科學進步了這麼多 都不用用望遠鏡來探測太空了 那倒不是 因為很多星體距離地球很遠 就算坐飛得最快的飛行工具 都要很久才能夠到達 所以今天我們還有利用望遠鏡 來探測太空 不過現在望遠鏡的構造 就比最初的複雜和精密 可以看得更遠和更清楚 而且在一九九零年 美國的太空科學家 安放了哈佛望遠鏡在太空上 這支望遠鏡設計精密 而且由於沒有了空氣的折射 塵埃和水氣的影響 以及雲層的左隔 所以它能夠被安裝在地面的望遠鏡 看得更遠和更清楚 一九九四年 書梅克里維九號瑞星 撞擊木星的劃時代影像 哈佛望遠鏡都拍得一清二楚 瑞星撞擊木星 據說要一千年才會發生一次 瑞星首先分裂成二十多個瑞核 然後連續向木星撞擊 最後在木星上面 留下十多處撞擊的痕跡 而哈佛望遠鏡 利用紫外線所撞得的影像 就使我們能夠更清楚看得見這些痕跡了 原來望遠鏡是這麼有用的 爸爸 這張照片上面的石頭 說是在月球上面拿回來的 但是月球離我們這麼遠 為什麼我們可以拿到這些石頭 因為人類很想能夠去到其他星球裡探險 對太空作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於是就盡力去研究 怎樣可以製造一些工具飛上太空 不過他們又克服了一個困難 就是要擺脫地心吸力了 那怎麼擺脫 現在很晚了 但是明天我在花園裡做個實驗給你看 現在先去睡 好 志偉 這裡有個氣球 你先幫忙一下 好 好 爸爸, 行了 好 志偉, 現在你放開手看看 空氣在氣球的口裡噴出來 就令氣球上升 原來科學家是利用這個原理來製造火箭的 沒錯, 你想得很對 科學家就是根據這個原理來進行研究 發現如果能夠以每小時四萬公里的速度 飛到地面 就可以擺脫地心吸力飛向太空 那其實人類利用火箭來探測太空的過程是怎樣的 經過很多次的試驗之後 在1957年10月4日 蘇聯終於利用強力的火箭 將世界第一火人造衛星再送到太空 這火人造衛星在地面240公里的軌道運行 它裝有儀器, 用來探測那裡的溫度和氣壓力 但是在這個高度的空氣阻力仍然很大 於是它的飛行速度就逐漸減慢 就越飛越低 三個月之後, 因為軌道太低 終於急劇下降, 著火燒毀了 那這次的收穫也不算大 不可以這麼說, 雖然只是這樣 但是這次的發射標示了太空時代的開始 現在還令到很多國家積極敢進行太空研究 在1958年2月 美國也發射了一火一層造衛星上太空 自此以後 美國和蘇聯就展開了太空探測的競爭 他們為了要再送人上太空 首先把狗、猴子、白老鼠這些動物 送到太空上面作為研究 看看科學家設計的裝置 可不可以讓動物在太空環境之下生存 太空上面的環境和地面不同嗎 是啊, 在太空上不單沒有空氣 而且溫度極低 壓力和地面的差距又大 加上因為沒有大一層的保護 所以潔布在陽光之下是很危險的 所以科學家就為太空人設計了太空衣 有了這件特別的裝置 可以讓太空人抵受得住太空上面 這麼惡劣的環境 在1961年4月12日 蘇聯太空人加加林 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飛上太空的人類 他坐太空船在太空道環繞地球一周之後 就平安地回到地球 自此以後 人類製造了很多更強力的火箭 用來探測太空 在1969年7月20日 美國太空人韓斯朗 成了太陽神11號探月船登陸月球 成為第一個踏足月球上面的人 美國這個登月計劃十分成功 到1972年年底 已經先後有十二個太空人 分別在月球上面六個不同的地點 登陸探測 他們在月球上面裝置了很多儀器 用來研究月球 例如有沒有生物存在 月球表面上的坑洞是怎麼形成的 還把月球的土壤和岩石 帶回地球去研究 就是這張照片裡的那些了 月球我們也可以去得到, 真厲害了 不僅如此, 人類為了多了解太空 還有向其他行星進行研究 在1972年開始 美國和蘇聯 就利用無人駕駛的太空船 去探測太陽系裡面的行星 還利用無線電 將這些行星的照片和資料 送回地球 使我們對太陽系有更多認識 太空研究的成就真是大了 不過是不是要用很多錢的 是啊, 因為火箭和太空船 都只能夠用一次 而且太空船每次降落和回收 都耗費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所以科學家就致力於研究一種 可以重複使用的太空船 終於在1981年的4月 美國太空穿梭機 哥倫比亞號首項成功 它不只能夠多次往返地球和太空 折省金錢 而且還可以做到很多火箭和太空船 做不到的事 例如它的龐大載貨倉 能夠將衛星載到太空 然後發放到預定的軌道上 它又可以發射太空探測器 收回或收理損壞的人造衛星 穿梭機裡面的駕駛倉 除了有控制穿梭機飛行的部分之外 還有會合和相接操縱台 有操縱穿梭機的控制器 和雷達顯示 另外又有負載物處理台 用來處理和回收負載物 當中也有雷達顯示 最後還有任務監察台 對負載物進行監察、指揮、控制和通訊 而美國和蘇聯的科學家 還攜手合作 致力發展太空實驗站 使科學家能夠長時間 在太空上進行探測和研究 而這些太空站 又可以作為太空船的補給站 這樣就可以折散燃料和減少損耗 那些科學家真厲害了 在這麼短的時間就有這麼大的成就 是, 不過他們也遭受過很多次失敗 而且還發生過很多次不幸的意外 雖然如此 太空探測的成就 令我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 例如, 人造衛星就可以用來通訊 而衛星電視 就是透過裝置在太空的人造衛星 將電視訊息傳送到這些接收站 我們在家裡就可以收睇到更多節目了 而在好遠舉行的現場節目 都可以透過衛星直接轉播 人造衛星還可以幫助我們 更準確地監察天氣的變化 探測資源, 制定地圖等 科學家還計劃在將來 利用人造衛星接收太陽能 然後變成建能 轉送回地球, 讓我們使用 亦計劃建造太空居所 讓一些人可以搬到太空居住 這樣就可以解決人口膨脹的問題了 好啊, 我都希望可以搬到太空居住 我還希望有一天能夠見到外星人 和他們做個朋友 好啊, 我都希望可以搬到太空居住